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中年版同军营 当然这些后用校长们得要好好来训练一下品格的部分 那么这也是因为去年爆发了营养午餐弊案 创下了教育界有史以来最多校长被约谈的记录 一共有31所国中小学的校长空缺 那么则是由每年征选来的后用校长来地步 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缺额 后用校长得要压缩时间 除了熟悉校务以及新环境之外 当然接下来要面对外界用放大镜来解释 营养午餐弊案重创教育界 身为一校之长却做出最坏示范 其中有人遭收押起诉 也有人认罪交保 涉案校长的空缺教育局紧急补上 但新校长临时接替真的倍感压力 压力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那当然也是因为对学校不是很熟悉 这个事件发生 那我们也担心说家长对于学校 会有一些质疑的地方 甚至他们也会用放大镜来看 闭案涉及新北市31所国中小学 这么多校长全都无法再续任 这么大的缺额得由后用校长填补 而征选资格最基本要是教职员 三年内没有刑案记录 服务成绩优良 此外国小校长还是要担任主任 三年以上资历 去年一共有二三十名后用校长 进入行政实习阶段不到一年临时地补三十一个空缺 今年甄选人数更是增加到五十名 事实上他们到学校端担任大理校长 是对他们来讲是更好的一个听证实习的理念 那这个本身就吻合他们这个校长的这个资格 校长缺额虽然临时补齐 但这些后用校长要短时间内吸收校务 更要面对外界压力 恐怕不是一时之间可以适应 春新新闻阿公 雅麦吴玉轩 新北市报道